上周五,纳达尔在巴塞罗那顺利完成了手术 鲁伊斯·科托罗是操刀手术的三位医生之一 其他两位包括John Villar和Mark Philippon 这些医生也曾为古斯塔沃·库尔滕、拉奥尼奇和休伊特等其他球员做过手术 这次手术为纳达尔的左侧腰肌腱捡伤的关节径手术 自今年奥王以来,纳达尔就因此问题一直缺席赛场 该手术包括清洁近端和远端肌腱的纤维化和退化区域 并且缝合以充分加固 医生团队还对西班牙人左臀部旧伤进行了处理 周六,手术完成后,鲁伊斯·科托罗从巴塞罗那返回巴黎 继续帮助人在法网的西班牙球员 在巴黎,他进一步解释了纳达尔的手术情况 出于各种原因,才需要进行此手术 医生解释道 核心问题是,肌肉损伤与肌腱损伤是不同的 当我们,把它放在大负荷下时 肌腱没有反应,因为它不够强壮 然而,接受手术并不是纳达尔的医疗团队最优先考虑的选择 手术的决定是最近做出的 科托罗承认道 我们尝试了所有保守的选择 包括所有治疗这些伤病的方式 但当情况不对时,你必须赶紧做出决定 鲁伊斯·科托罗补充说 我很高兴,因为我们做了我们想做的事,我们非常满意 如果我们遵守恢复的时间 我认为它能够康复 匆忙复出从来都不是一个好主意 预计恢复时间是五个月 但我们并没有规定在一个特定的日期 当然,鲁伊斯·科托罗对西班牙人的恢复相当乐观 纳达尔此前透露道 至少会在2024年回归 并可能在明年退役 我们成功的可能性很大 科托罗说 基建的所有剩余部分都是健康的 并且会再生 但他许,要时间才能再生 并且需要以允许再生的方式进行治疗 医生透露,纳达尔已经开始康复 做完这个手术后 他能开始做一些事情 但也有一些事情不能做 他将进行为期10天的康复期 然后他将开始在游泳池和自行车上断 练,影响基建的运动是万万不可做的 因为他有一个愈合期 前6周将是最重要的 从那里开始 我们将进行测试 看看如何继续恢复 同为网谈巨头 德约科维奇非常清楚 经历手术后回归有多难 因此,他也及时给纳达尔送上了暖心祝福 希望这位伟大对手的康复过程顺利进行 那天刚好是他的生日 星期六,他公开宣布自己做了手术 德约科维奇在周日战胜 胡安·比巴伯罗·比瓦里利亚斯后说 我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做了一次肘部手术 我知道恢复有多难 这是你不希望任何